人类历史上最恐怖和残忍的三大心理学实验 习德性无助实验 美国心理学家赛利是在研究动物时发现的 并通过实验得出了习德性无助的理论 习德性无助是指通过学习形成的一种绝望和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 在教育领域应用非常广泛 实验中 首先将一只狗关在笼子里 袋里面的装置一响 就给狗通难以忍受的电流 即行电机 关在笼子里的狗 逃不出去 只得不断地在笼子里狂奔 惊恐地哀嚎着 多次的实验之后 当笼中的装置再次响起的时候 狗不再狂奔 只趴在原地 害怕地嚎叫着 之后 实验者在给电机之前 打开了笼子的门 这时狗并没有逃出去 电机还没有发出之前 已经惊恐地倒地颤抖并且小声地呻吟 通过这些实验 心理学家得出了习得性无助的理论 但是实验的过程中 这只狗它是多么的无助 没有人会再依它的感受 它的惊恐 可怜的它只是人们实验的对象 实验成功带来的荣誉 也从来都不是属于它们的 有时我们也该深思一下 那条狗又何尝不是你我 本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